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想要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想要在35歲退休 最近呢我很想去海邊 但是我沒有那個時間 加上我沒有那個錢 所以呢我今天就給自己打扮 好像在海邊一樣 我認為的退休呢不是留在家裡 不工作然後一整天只睡覺 然後吃然後打電動這樣子 那不是我認為的退休 我想要35歲退休 就是我要停止工作 然後開始過我想要 真正想要過的生活 大家也知道我很愛旅遊 其實有一件事情呢 一直在我心裡面 就是我很想過那種生活 但是我目前呢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呢我金錢上 就是不允許我這樣做 所以呢我給自己設了一個35歲的時限 現在我24歲 所以到35歲差不多有10年的時間 我希望在10年 這10年內呢我可以 用盡所有的能力 來建造那樣子的生活 我一直都很想要在每一年都活在不同的國家 因為呢我沒有辦法 待在一個地方待太久 比如說現在我住在這個Apartment裡面 嗯 我已經住了差不多三年多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待在這裡了 我想要換一個地方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不想要待 不喜歡待在一個地方待太久 比如說我現在在政大電術 我也開始覺得 我不想要在這邊繼續念 我想要再換一個環境 另外呢我想要買一台Band 然後就開 就是慢慢慢慢開 然後在歐亞大陸這樣子 每個國家都去過一次 那是我的願望啦 再來呢我不相信 人要工作到五十幾 六十幾歲的時候 才能 才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我知道我們亞洲人就是 任命就覺得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 我們要當做有些事情 比活來的重要 我們每天工作 每天早上 九點到下午六點才回家 那是 那是生活嗎 我認為那不是 我想要強調這個影片 只是在講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我沒有說 你們要跟著我這樣做 我也沒有說 其他人的生活的方式 是錯的 想要在這個影片 跟大家講說 這樣子的生活 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真的不相信 我們要工作到五十幾 六十幾歲的時候 才能退休 因為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做同一份工作 做了幾十年 我沒有辦法想像這樣子的事情 有很多人認為 這是一個保障 就是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待久了 然後他們就會照顧你這樣子 但是 我 沒有辦法這樣接受 我知道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人 他們是 過著這種生活 就是 開著一台 就是 旅遊車 就是到處走 這樣子 然後過著一個很極限的生活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車啊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移動屋 的空間很小 所以他們 沒有辦法買太多東西 他們只能 買自己需要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 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呢 一直買 東西 然後我們 看到什麼東西都想買 我們明明就有很多衣服了 為什麼看到新的衣服還是會想要 我們明明就有一堆鞋子 為什麼看到鞋子還要 所以呢 最近這幾年我就是 控制自己 不要買太多東西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就知道 我的衣服好像就只有那幾件而已 我是最近才開始有這種意識 就是不要 做 無謂的消費 然後我的鞋子 我只有兩雙 一雙運動鞋 一雙是 普通穿的鞋子 我家樓下那一戶真的很誇張 我不知道裡面有多少個人住 但是他們的鞋子 多到就是 裡面 擺裡面 還有擺到外面來 真的就是超多鞋子了 你就會想說 我們人生中真的需要 這麼多東西嗎 是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我的室友呢 他也很愛 買東西回來 我的朋友也是 所以 有時候他們帶東西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 很 有一點煩 我是 嘗試的減少家裡面有的東西 然後他們一直帶東西進來 我就會覺得 那是一個不好的習慣這樣子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要以為我是在攻擊你 或是攻擊我的朋友 沒有 你想要怎麼生活 是你自己的事情 I will never tell anyone how to live their life 我跟大家分享過我的家 就是很亂 整理完又亂 整理完又亂 我也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有太多東西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家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堆東西 就是 你從來不會碰到的東西也買 我知道 很多媽媽都有這個習慣 就是很愛買那些盤子啊 或是買一些 嘖 一炒鍋 就是有折價就會買 折價就會買 但是買來不一定會用到 那有這個壞習慣就是 我家之前還算蠻大的 所以他就有一個倉庫來裝他買的東西 就是買東西來放在倉庫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誇張的行為 而且有時候那個倉庫一打開門啊 你就會看到一堆 其實還是還會有老鼠跑出來耶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極簡主義的紀錄片 紀錄片呢你可以在Netflix上面找得到 這個紀錄片呢是在講兩個極簡主義的生活者 他們 他們一開始也跟我們一樣就是工作 每天都工作很久的時間 就是九點到下五點 這是很正常的工作時間嘛 然後 他們工作越多了 就會越想升職 就一直想升職 為什麼 因為每次你升職呢 就會有更多的收入 有更多的收入來幹嘛 就是要來買更多的東西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呢 為什麼我擁有這麼多東西了 還 就是 沒有辦法讓我更快樂 反而讓我更煩躁而已 我 非常的同意 我們有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真的 因為有這麼多東西開心嗎 比如說 我們 買 一個東西好了 好買一台手機 我買一台頭的手機 我們會 很開心對不對 我們 會想說 哇我新的手機耶 但是這個快樂的感覺 只持續的 頂多一個月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想要 再買其他的東西 來讓你快樂 這個快樂的感覺 我認為 不是要從物質上面找 而是從自己心裡面找 我想要 就是很簡單的 過著一個超級簡單的生活 就是開著一台車 然後在車上面生活 每個每天都開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停 然後可能在 就是在那個移動物上面洗澡 然後 然後就在移動物上面大便 然後每天都要到自己大便這樣 我現在在城市裡面生活呢 我就 很清楚的知道 這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給自己十年的時間 來安排 我今天影片到這邊吧 然後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